好 回來第三節的啤梨晚報 黎明斯今早傳足惡號 原來在睡夢中離世 58歲 跟我們同代 據說他有癌症 抗癌了大半年 是否因為癌症 還是很惡然 近年他有來不外出 回來玩一下 因為無限的流行五十年 當年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 他以前有多紅 其實不是多紅 我覺得他不是 後來我回看報道 他不是很努力 黎明斯安知事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EMI 老爸是黎家寶 我到今天才知道 即是明明來英國讀書 他的朋友就是上山安娜 梅艷芳他們 他不是說很努力 即是我不覺得不努力 很投入應該 98年就結婚 所以其實他不算很紅 但是也拿過十大中文金曲 第十四屆 那時九十年代都是難的 他拿到新人獎 即是樂壇新穆軍隊歌手金獎 拿過十大勁歌金曲 最受歡迎新人獎的童獎 童獎 童獎 但anyway 是一件事 知道有這個人 有網友說 見到郭闊成會不會 應該不會 因為他出道的時候 郭闊成應該都開始 即是《四大天亡》 那個六階段 好了 那謎明詩呢 即是我們很老實地這樣說 原來人真的會變的 我不是說謎明詩 我說我 他出道的時候 基本上我沒有記錯 說他絕對應該曾經做過我的飛機偶像 而且是挺多的 但是 你不要說最近年出來 年紀人人都大了 但後來我看回去前的照片 即是他當年的video 我都覺得他很粗 而且其實沒有老身 即是大隻 我又不明白為何他當年 真是平不了的幹 即是幹過飛機 即是證明了 人是會變的 例如58歲 是吧 後來1998年 就跟先生結婚 但是17年 他都維持了近20年 分開了 然後 出櫃 你說他是不是一直都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似乎他出櫃的言論 因為他自己覺得 根本不關男女事 即是感情 其實 可能溝通到 這麼開心 跟他先生也有好關係的前夫 當然 如果見到十幾二十年 就沒有小孩 即是大家 既然你這樣 都沒有辦法 原來去年6月 他都有去亮相 洗米華梁思浩的節目 短短頭髮 據說他煮東西很好吃 但沒有辦法 不是 我說梁思浩 大家要記得梁思浩 才是真正的正牌洗米華 不要搞錯 他說他煮東西很厲害 但是58歲 你說是甚麼事 是不是 豆苗 那些 你永遠不知道 所以 我也決定 我們拿了 我們那個治療法 那個 但要吃一個月 30天 每天要吃一顆 就說可以 將那些 豆苗的東西 排出 你都要看外 我不用來做生意 我就要尋找自己 和我老婆吃 先不要說話 OK 好了 馬上 吳啟華 找了十一個老友 包括郭靖雄、張兆輝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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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宇、張耀陽、孫圈、 蔡兆芬、郭明、 吳卓希、 王宗澤、余蛇斯馬等等 去支持他 為甚麼呢 因為他 在昨天 59歲的吳啟華 就第一次 在內地 出席商演 之餘 再直播大課 那 除了他之外 群星是拍片撐他 在直播大課裏面 只有他 他的助手 和林偉晨 即是阿高佬 阿士那個 對阿士那個 但結果 場面冷清 生意又做不到多少 沒有啦 數據顯示 人數最多的時候 都不夠2500人 大陸是 嘩 嘩 首先這樣說 上面的記者說 在直播大課裏面 吳啟華 不是很熟悉的課 主要介紹產品 都是林偉晨和助理 他偶爾答幾句口 直播鏡頭 就採用美顏外鏡 令他們三個面色蒼白 真的很難有說服力 去銷售產品 老實說 每一個人都是去擅長的東西 OK 如果說演戲 你不可以說演戲不錯 就演戲吧 好嗎 如果你要 喂 不順風鈔 不緊張 這是第一次 你真的要熟盤貨 你要努力先 你要熟盤貨 為什麼呢 其實做藝人 去代言話買東西 是有辣有不辣的 不辣就是不辣 是人都知道你是藝人 是人都知道你是來賣廣告 OK 喂 你憑什麼 去說服我 這就是好產品呢 可能你給一個不認識的人 比如一個老銷售 像我給你這樣 去銷售 他們還會說服 我覺得我可信性 我做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 你們呢 於是乎你要去 相由於剛才的缺點 盡量化解的 就是要熟盤貨 你熟盤貨 或者熟那件產品 不要賣那麼多 買一件產品 那些人馬上檢查 問你 你馬上答到 假意時 去build up 別人對你 比如我看到 吳宗憲 台灣那些 人家真的幾熟盤貨 你才賣到 不要運過去 吵你 阿嵐別吵你 阿嵐別吵你 阿華哥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我一定會做的 雖然我們很忙 講過幾年 我一定會做的 我一定會做 我一定會做 當然要做 小熊輸 不做就笨賊 喂 反正都是 我真的覺得很好 可能真的是 喂 我們今天生存在這裏 在這個環境 你要不就走 不是 就團結一致 適應新環境 賺水 反攻 真的不要反攻 整個 喂我們政府都鼓勵的 大灣區 是吧 喂 珠江三角洲講廣東話地區 多少人聽我們小熊話 認識我們 喂 我們不運用影響力希望 各位廣州的網友 來到香港 封劍遊人 劍那些 你看小熊書可以了 其他小熊書 喂 還有風的地方 喂 介紹你去 雖然貴一點是要直的 我們介紹當然要直 貴價不飽就糟糕了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直的地方 反而這是考我們功夫 不是容易找的 喂 我想去介紹 別人吃完 吃完 這餐餐餐餐 回到深圳吃1600元 你介紹不到 我唯有 如果是這樣 我是不是應該要介紹 喂 在佛山廣州那些很抵食 又乾淨的地方 給香港的網友 或者大陸的網友 對不對 大把錢你賺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 我想說 本來想說周庭 但是不說 大家上網看 我是subscribe周庭 真是很有日系的感覺 不是 為甚麼呢 我看著他有沒有 范國安去讀祥灰 我當然不會給錢 我實在去 我不會資助他的 是 我看著他 說甚麼 然後準備讀祥灰 好 如果不是 用甚麼14年 都灰熱線幾號 不想記得 我要讀祥灰很容易 好了 歐國杯 最後三強出了 烏克蘭那些不要說 24強 其實我也是很尷尬的 葛羅吉亞第一次 葛羅吉亞 葛羅吉亞 是斯坦林的故鄉 OK 喏 Georgia 葛羅吉亞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他會譯到葛羅吉亞 不過他用國語譯 應該用普通話譯的 如果我們 怎樣都譯不到葛羅吉亞 是 是 佐治 佐助里亞 就差不多 好了 我之前 我知道 但當我看完抽選 我會叫 我記得 因為我之前吵過 但我沒有想像 真的好想 是 你歐洲國家杯 其實好看 就是簡而清 你說八隊 就太少了 以前我們八隊 葛羅吉亞 你十六強 我真的覺得最棒 有些人就是吵的 不知道 香港以前 拿第三 還是甚麼吵 但是以前那些 我圍賽已經和陶太山 是啊 是啊 去到裡面 現在越整越多了 不是 你之前 十六隊 我覺得是合理的 為甚麼 既有小組 那你小組兩隊 十六隊 四組 就八強 其實只不過是打六場 就可以拿冠軍 就被世界盃打了四場 現在不想 你強行來 亦都因為強行來 他就參差了 就會有這些隊五入 不過歐洲平均實力都不錯 但是你一想起 明年世界盃是四十八隊 喂 那你真的會有參差 怎麼看 譬如你說真的 中國隊 又不是說中國 新加坡 喂 新加坡對阿根平 那你有甚麼意思 那未到新加坡 等於我們以前 我以前七幾年八十年代 那些 真是有八比零九比零的 以前 即是我們已經懂性 我不是說三十年代 喂 當時德國島大炒 叫沙特 是啊 喂 那你 其實當時那個技術 已經不是差那麼遠 不過當時沙特 在病毒 喂 你想想 你現在十六隊 真的你要不出線 即是二十四隊出十十六隊 其實是很難的 拿枕初步看 拿不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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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你以為很難看 你第甚麼都可以說 第三 六隊第三裡面 只有兩隊出不了 你不要做那兩隊 你都能出線 德國蘇格蘭 匈牙利瑞士 其實你現在未看這波很難說 你問我 這一組 那些人看不起瑞士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碎士 我覺得是最穩陣 首名出線 德國都能出線 即是不知道 第二還是第三 首名都不齊 第三 喂 你 匈牙利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差 但也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強 誰都能夠第三 這些人贏到阿爾巴尼亞 那些人贏到阿爾巴尼亞 那些人贏到阿爾巴尼亞 沒得說 西班牙 沒有以前那麼銳 但是那些年輕人出來 應該都毫無疑問晉級了 下手名晉級了 三分鐘 斯諾文尼亞 阿爾巴尼亞 塞爾維亞 英格蘭 老實說 這一個 英格蘭應該不行 英格蘭應該不用說 英格蘭應該應該 其實這一組不容易打的 老實說 那些人看少了斯諾文尼亞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 去年 上屆世界盃巴西贏 他贏得多辛苦 他贏得多辛苦 因為他們真是歐洲巴西 即是之前南斯拉夫 而丹麥那些歐國家 就算他怎樣差都好 他都有個 有個抱 這一組不容易 不容易打架 他那些人 真的沒有什麼壓力 跟你享受Football 這一組 我覺得 就英格蘭 塞爾維亞 真的難猜 都是看過丹麥一點 大賽經驗 斯諾文尼亞 其實都不是很差 但沒辦法 七都三隊 好了 波蘭、荷蘭、奧地利、法國 那你就法國 荷蘭差了極夾 我覺得沒問題 波蘭 波蘭 波蘭還是有司機 李雲道夫司機 是 好了 比利時 斯諾佛克 羅馬尼亞 烏克蘭 比利時 點藥 爛船幾間廳 羅馬尼亞 我不想去住 不想去住 斯諾佛克 烏克蘭 烏克蘭 去西平道 差不多 因為去西平道 烏克蘭大項 是吧 羅馬尼亞 就不是以前那隊 羅馬尼亞 真的差不多 但是你說問我 這樣算 都是比利時 斯諾佛克 烏克蘭 烏克蘭 烏克蘭真是難 西平道 西平道 又被人屈 現在 堅決屈勾你 普京 堅決屈勾你 好了 土耳其 格魯吉亞 葡萄牙 捷克 你不要告訴我 葡萄牙 葡萄牙 土耳其 已經是三隊 捷克 即第三名出線 斯諾 你起碼仍一場 你照計 捷克贏不到格魯吉亞 和三重 在2016年的歐洲國家盃 葡萄牙 就和和和 入八強 再和 入四強 一比零 贏威爾斯 去到決賽 那就是一個加時 射南法國這樣捧杯 沒什麼所謂的 理論上 其實如果你有這樣的賽制 凡生第三名可以進級 其實世界盃都可以的 你不用贏的 你可以 和六長球都捧世界盃的 真的好 沒意思的 但是我喜歡看的 歐洲國家盃六月開球 現在這一陣子 那些捧那些 每天都買電話 快到期 五百多萬 然後又叫我買 買這個不緊要 我最想要 然後你要我再買 新的又貴了 喂 話說回來 捧那些我老友 其實我很多 不知道有沒有 六六九八四二九 歐洲杯的Pan 不知道有沒有買 美洲杯 美洲杯 不用付錢也要有 是吧 我們的體育改 不過不是 每次都要付錢 沒有 現在你想想 以前是這樣的 林先生 我看回你 你已經到我們續約期了 雖然你還有七個月 可以續約的 喂 如果你現在續約 我就送歐洲國家盃 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你續約 都還要買 要加錢 要幾個水 幾個水 要給你 老實說 但真的太狠虛了 我真是忠心希望 Netflix那些 真是 吵到世界星 比較大錢 吵到你 去連波都沒得播 就這樣算了 好了 最後這件事 真是不知道 人的性慾 在印度 泰倫加納 其實泰倫吉 是一個幫 有一個其實有片 有片 有片打了格子 所以沒甚麼意思 有一個賣雪糕的 印度男子 應該年輕 我看二十歲 鬆一點 OK 好了 在雪糕檔裡 忘情森巴舞 不是森巴舞 是忘情 是 打飛機 啊 一定是森巴舞 看著草蠻 他打飛機 他呢 那個攤檔在這裏 你知道印度的攤檔嗎 是 很像我們幾十年前 有些輪子 上面呢 有些玻璃 有些木框的玻璃 他自己的雪糕呢 真的不知道 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試過的 有些銅造 還是石造的東西 賣雪糕 你有沒有 欺來仰王 是 在馬路邊 賣雪糕當然在馬路邊 欺來仰王 那些行人 那些車 去去去去去去去 那一開始我樣子 都正常想 去到高潮的時候 去到高潮的時候 嘩 嘩 真的是這樣 好了 那它吃過怎麼辦 慢著 然後呢 它整個動作呢 竟然有人有這麼無聊 嘩 嘩 你了 你知道現在的嘩 你很無聊 由頭拍到浪尾 真是 神點 好了 嘩你到浪尾 跟著 就疑似 不是疑似 我看過了 是堅啡啡 他把精液 射到雪糕上面 嘩 嘩 嘩 比雪糕的民眾 綠低了下來 這個老闆亦都被警方拘捕 嘩 其實自己賣的雪糕 老實說 我們真的要分析心理 是 為何要這麼想變態呢 嘩 蒸加雪糕不知道味道如何呢 不是 首先 蒸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我跟大家講 聲一點 不是 老實說你雪糕有味 如果你這麼有心機 你在製造雪糕的過程裏 你把精射下去 然後一起攪 那我不覺得你的人會吃到 嘩 但是 但是 你把你攪清楚 現在你是雪糕來的 是固體來的 硬正的 你 把精射下去 大家知道精是甚麼 好了 其實你稀釋 你溶不到下去 糖漿也不可以 那些人吃的時候 我當你 通常那些人 有兩種心態 我就覺得它是第二種心態 第一種心態就是 弄好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我不想是 嘩 你讓我吃得我的精 那我這個 我這個 我不覺得的 反而是 嘩 你有沒有 他可能有心儀女孩 經常去買 買雪糕 剛好是肥媽買五色 那你自己可以的 這個不是我心儀的 反而是正常雪糕 是 如果你想想這個 是心儀 你可以是心儀 或者是爭的 那些人 那些人 真的和我含糧 老實說 就不要說 很變態 你有一點點 暖默癖的人 說真的 我上次問過網友 那些網友都說 如果現在 各位網友 你喜歡你 有一個同事 同事 你發覺 在local room 裏面 去掛一件襯衫 在這裏 你肯定不會有攝影 不會有 不要你去打飛機 那麽變態 你會不會去問一下 上次我問過這個問題 結果 會的 就一 不會的 結果我們的網友過好 正常全部一 各位 如果現在 正常 正常的 你不是說真是屌 你拿來打飛機 又成的 譬如你進去 咦 Macy 剛剛掛在那裏 忘記拿走 周圍看 沒有人 接著你走過去 這幾個三袖 就死了 你聞就不止聞三袖 一定是聞咪嶺 家底 那你 那你就這樣 你去到歐陸市 你都想吃那麽 各位網友 一定二 不要回答 一啊 會 一啊 來啊 來啊 這麼慢呢 沒有 你很正常的 一定會 連女兒都說會 真的會 老實說 你現在 我不是說到變態 你問她的蟹 其實蟹都會問 那當然 如果你日後追溜了什麼事 追溜了 你就不會 肯明 就是屌屌 屌屌 那些衣服掛好一點 你不喜歡她的 那時候 你便會變化了 好了 日前 在印度的社交平台 瘋傳了一段影片 在印度的泰倫加勒邦 阿朗加爾地區 有個雪糕的攤商老闆 在攤位後面打飛機 因為 它不單是將蒸 它還將尿 都射在雪糕上面 嘩 這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壓過尿 不是壓不壓的問題 你不壓到尿 其實就不應該將尿 射在雪糕 射在地上 為什麼呢 大家應該有試過 射完蒸之後 你兩人手上去找紙巾 好 抹乾了 抹到那條籃已經很冷乾淨了 穿著底褲 唉 不用手開工 誰知 轉頭 拿那條籃來摸了 為什麼有精屍 然後當你頭底褲呢 那條籃貼了 那你唯一解決呢 其實最简法就是壓到尿 洗澡 不是啊 洗澡也會有精屍 所以你不夠經驗 因為你的精屍 在那個尿 在那個尿 在那個績頭裡面 沒有噴出來 你壓到尿 你壓到尿 我給你壓到尿 我給你壓到尿 你壓到尿 你壓到尿 把精屍 壓到尿 那就是乾淨了 如果不是 大家不是 你打完飛機 你壓到很乾淨 反了 真的沒有了 就出去洗手 去做事 壓到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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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壓到尿 一壓到尿 有精屍 壓到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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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有點噁心 這段影片 驚動了網友之外 全印度都報道這件事 甚至乎有報道 這名老闆在影片曝光後 遭到民眾嘔打 那就不用打他 我覺得 你賣掉尿 你打不打他 都未必會打他 還吐 還吐 你老闆 他現在這樣打 又不代表他之前有 但他之前沒有 那你吃過他 你覺得有意味 你又不吃 沒有 蒸沒有東西的 老實說 十條女 有九條都吃過蒸了吧 兒子也可能有幾個吃過 十個 不會 好了 正是打不出來 沒有問題 好了 警方得知老闆的行為之後 亦都用威蝕罪 當場抓了這條小子 當地的食安機構 亦都扣了攤位的雪糕 將樣本帶回去調查 亦拘捕其他 哇 這麼嚴重 生產和銷售雪糕的工作人員 那不關事 是呀 是呀 你又不肯使用 然而 根據報道 附近的街坊 曾經在那裏買過雪糕 現在呢 都說我心裏面留下 很大的陰影 喂 老實說 這麼大 你夠大得過當年 我們 在翠湖花園那個 什麼 燒骨 人肉叉燒 燒尾 燒尾 翠湖街坊的陰影夠大 你只能夠說 你要這樣想 我應該沒有吃過的 你要吃蒸的雪糕 蒸加尿雪糕 還是吃人肉燒尾 一定是蒸的 蒸的雪糕 真的要選 我真的想想 不用想 人肉燒尾 蒸加尿雪糕 沒問題的 喂 老實說 你就這樣說 你覺得噁心 如果現在有個女兒 你不要理她什麼樣子 如果你說日子 就說要騰她 比較難搞 你是說一個西水加尿雪糕 是不是 是啊 那你現在的蒸 那些女兒說 我口心 我口口說 或者回去 啊 啊 啊 這樣 下次見